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的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原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原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這次為大家介紹的療劑 叫做赤根草 Pink root 叫做赤根草 赤根草 赤根草是產於南美洲的那些 南部的那些州 早然在德國哈尼曼的時期 這隻通常是用於一些驅蟲藥 一種驅蟲的草藥 赤根草通常適用一些人 比較上是淺的頭髮 皮膚就是瘦 瘦、瘦、蒼白、氣脹脹 以及比較虛弱的體質 臉上有很多皺紋 面色是黃土色的 這種體質的人 這些人比較適用 基本上是比較瘦弱 有少少貧血 尺根草第一個應用的地方是 神經痛 尤其是臉部的神經痛 左眼上部或者左边面的神经痛 尤其是三叉神经痛 Trigeminal Neurolgia 这些痛通常都是一种灼烈的感觉 也好像有点电竹的感觉 好像电射的感觉 还有它们感觉好像有点热的针 是锁在神经线上 记住,萧兴和电竹的感觉 它亦都很害怕一些尖锐的刀 或者尖的东西 例如直、silica 和黄蜂 都是这种精神的恐惧,怕这一类的东西 另外一个关键的症状就是尺根草 就是它们的面部不能轻触它 它们不能轻触它 你小小触碰一下它就很痛 反而大力就未必可以 但你小小触碰它 它就好像一种电竹的感觉 它们对一般的痛都是很特别敏感的 好了,尺根草也都是用来这种 叫做直状体的神经痛 Celular Neuralgia 肌毛,肌脏体,肌毛的位置 就是眼部那方面的神经痛 通常,那个患部的眼睛就感觉灼烈 肌肉,好像有一种肌肉插进去的痛 另外一种症状就是Uveitis 我们叫做葡萄膜炎 就是眼的膜里面 是葡萄膜Uveitis的发炎 通常都会出现是特别怕光的 好了,另外一个关键的症状就是 尺根草就是怕太阳的 太阳是会令它更加差的 尤其是扁头痛 左眼上角的扁头痛 尖锐的痛 而且这些痛,通常在早上 大概10点钟左右 或者5间,或者1点钟 头痛是最差的 那就是说,当太阳 5间升到最高的时候 头痛是最严厉的 那当太阳慢慢下山的时候 头痛就会慢慢慢慢下 之后就跟着太阳的位置 另外一个疗剂有相似的症状 就是跟太阳有关系 就是Nature Muriaticum 以炎的疗剂 以炎的时候都是这样 通常那种疗剂 是会10点钟下 早晨10点钟开始最差 慢慢日落就会慢慢好些 好了,那个赤金套 也都怕冻风 怕冻风 怕冻风 和怕冻的天气 好了,还有一个应用的范围 就是那个 腊骨间的神经痛 腊骨间的神经痛 它叫Intercostal Neuralgia 另外一个疗剂 另外一个疗剂 都常用在这个症状 就是Renunculus Bulbosa 就是Buttercup 英文叫Buttercup Renunculus Bulbosa 我们叫做球根无梁 或者球根无根 这个Buttercup 这是另外一个痛的疗剂 往往是用在这些 那个辣骨间的神经痛 尤其是山蛇那种情况的神经痛 尺根槽也是一个 处理治疗牙痛 这种牙痛通常是冻饮会差一点 我们知道另外一个疗剂 叫做Magnesium Force Meg Force 就是流化尾 流酸尾 Megnesium Force 流酸尾 Meg Force 通常牙痛的时候 如果它含暖水 或者暖茶 就会舒服一点 尺根槽这种牙痛 就是冻 会令它差一点 有些分别 OK 这个尺根槽也是一个心脏病的疗剂 心脏的疗剂 通常这种尺根槽的心脏病的症状 通常是急性的心脏病法 尖锐刺插住的痛 灼热的痛 痛就会走到左臂 好像有些很热的 红火热的刀 一刀插住心脏 来扭一扭 一刀插住 接着还要扭一扭 扭一扭 这种心脏的疼 就是赤金槽 另外一个疗剂 和大家介绍过的 对心脏病 就是Cactus Grandiosa Cactus 是大花仙人掌 大花仙人掌 心脏病的感觉 就好像心脏病 有一个铁线围着心 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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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大花仙人掌 Cactus 典型的心脏病 的症状 这种是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的 固定的固定 有些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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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的赤金草 都是一个典型的心脏病化疗剂 有些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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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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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常用的心脏病疗剂 它叫Lectrodectus Lectrod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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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们心脏病里面 其中一个要留意常用得着的尿剂 通常在心脏病的时候 心脏好像有一种压迫感 好像有些收紧 和压下去 令到有些时候 好像不能呼气 窒息这种这样的尿剂 大家平时 如果有人知道自己 或者家人曾经有心脏病法 的经向 应该带定这几只疗剂 Spigeria Cactus Grandiosum 和Lectrodectus 这几只比较上 是心脏病疗法 经常用得着的 还有一个症状 是心脏病 当然是 心脏病的脈搏不规则 好了 这次和你介绍的Spigeria 主要的用途是 神经痛 尤其是面部神经痛 牙痛和心脏的毛病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